一株株柳丁再過一個月就要收成 盤商收購價創新高一台金十五元 放遠望去這一片大約一公頃 換算下來超過一百五十萬元 柳丁價格來到新高點 農民講著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戰戰津津 因為颱風下雨打落了不少果實 但也因為怕沒有柳丁 盤商一口價搶收 根據嘉義縣政府的資料 柳丁過去全國栽種的面積 一度來到了九千四百公頃 但是近年來逐年下降 直到去年全國的產量 比全盛時其銳減了一半 嘉義縣更是掉到了九百三十公頃 產量一直掉 影響最明顯的就是價格 過去盛產一台金只賣五塊錢 但是去年就飆高到十二元 甚至今年盤商喊出了一台金十五元 產量減少收購價格高 但是農民沒有笑容 七十四歲的果農已經是村莊內數一數二的少年人 憑藉過往的經驗種出了柳丁 但是要採收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出眾的搬運摘果難供和價高 一個月之後能不能用合理的價格順利請到人 這個煩惱讓果農們的皺紋更深了 三地新聞廖國雄注意人嘉義報導